大家好,今天我们做一个非常简单又营养的早餐 香煎馒头片配牛奶粥 这个馒头是小芳自己做的 我将馒头的做法连接贴到说明完 我们先来将牛奶粥煮上 适量的大米 加上适量的牛奶 然后再加一碗清水 将它煮开以后再煮30分钟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我们将馒头切片 切成大概一指后的样子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盘子 放入两大勺糖 这里可以用白糖也可以用红糖 或者说是其他的糖 然后加入50cc左右的烫水 将它化开 家里有蜂蜜的可以给它加一点点蜂蜜 不喜欢加蜂蜜的也可以不用加 加点蜂蜜它的味道和颜色都要好一点 充分的焦焦匀 平底锅加热 放入适量的油 油可以稍微多放一点 这样煎出来更香更脆 然后我们将馒头片 一片一片的 沾上这个糖水 两面都沾上 沾上以后将它放到锅里面 煎馒头片的时候 火力可以开大一点 这样会煎得比较快 它沾了水也不容易煎糊 好 一面煎黄 翻煎另一面 煎至两面颜色焦黄就可以将它盛起来了 滑厚 饭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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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 感谢观看